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一个员工 是一个擦车工 他是不是一个成功的人士 但是我觉得不能在什么样的领域 只要你去努力 你就是一个成功的人 在我们一次偶然的招工机会 他来了这个你 他觉得在这里能够展现他的人生 他看别人用一个打火机 可以把那个啤酒瓶敲开 他就在想 他说我能不能用我的叉车 敲开啤酒瓶 他就自己掏钱 买了整箱整箱的啤酒 去锻炼自己 他从敲开啤酒瓶 到最后能够叉车 那个穿针引线 他成为了吉尼斯的冠军 就是因为他的经营业业 他的努力 他让我们的产品 握他的手上没有被破坏 我觉得他就非常成功 而且他现在在企业里面 受到很多人对他的尊重 那么我就觉得 一个企业也好 一个家也好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 在自己的不同的位置上 都去考虑为别人多想一点 他就能成为一个非常成功的人 他带动感动了一批人 他现在已经培养了 很多很多的优秀的擦车工 但是他在公司 在进行技能比赛的时候 他已经不是第一名 所以我觉得 他可能不会永远是第一名 但是他的行动 感染了所有的人 我觉得他就是一个成功的人 所以我希望通过 我是演说家这个节目 我们更多的人在这里面 享受到别人的成功的时候 想到别人挑战的时候 来启迪我们自己 我们愿意成为一个社会有用的人 谢谢